下一套是我真的掉了眼鏡的 我一開始都有期望的 一套雖然它沒有Dolara的質素 但是它給了那種感覺我 我看完動畫開頭也是一漫畫版 是OK的 沒問題的 想著應該不會有問題的 但這套我這套奔赴 我真的完全掉了眼鏡 這套奔赴了 這套奔赴就不要提 我看完第一個之後發覺 這套奔赴就發生什麼事 完全發生什麼事 這套奔赴我們之前說過的 它其實之前《夜人仔新發》的時候 都說過一個問題 就是這套奔赴其實是很多 它很簡化某些東西 那些東西就硬勾在一起 形成了一集 做不到當然我之前有說過 它是不是想做群像劇那種效果 但是最終現在 動畫完了之後 一季完了 它是完全做不到這個效果出來的 故事簡法其實不是重點 故事簡法其實不是重點 故事簡法的問題 它基本的 你要說話做到 其實不算 但問題最重要的是 它劇情簡法之後 它完全是沒有一個邏輯 沒有一個合理性 它完全是跳了很多湯 或者這樣說 因為這套東西 其實它有個核心主題 就是 minimum holder 和平常人 這個 就是 minimum holder 是要隱藏在平常人的生活裡 都不可以說 其實理論上 其實是不應該被人發現 但是你看到這幫人 是亂用能力的 即 即 即使主角群亂用 都算 它是連 一幫人是經常搗亂的 那幫人已經是經常用這種能力 而去到中間就說 才發覺 原來這個世界有minimum holder 即是說 招頭你玩東西嗎 大佬 那個人在用能力 你不是說 正常人可以舉起一輛車嗎 某些人 即是你不要說是主角級 偵探士 有些黑道那幫人 根本就說明 我有Limanola 我有槍人來幫你做事 接委託的 你剛才說你們不知道 即是 我那一集招頭 之前做那麼多事 不是這樣嗎 是完全不存在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 即是這個問題是 你不應該是 將這個 在這個位置得出來 我可以給你說 這一套作品是說 好像 這個今季的變魔士 那類型的 人類已經知道這個世界是有minimum holder 人類已經知道這個世界有這個魔法士 但是對它們是有恐懼 所以排擠它們 你用同一個設定 它其實都是類似這個設定 其實 正常應該知道 然後你看到那些傢伙 在那些傢伙上來找這個 閉茶偵探 因為我知道你是哪個HOTA 我知道你是專門做生意 這類型的工作 我知道 但問題 他中段才說 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剛剛才知道 原來你認識的 原來你們 我真的不知道 很突然就是劇情很突然 剛才我玩跳槍 這類型的主軸 或者其實這個主軸 也是說 minimum holder 以及人類 有力量 和沒有力量 的 有出人力 和沒有出人力的正常人 其實是一個很老身常談的制裁 其實最初是做得 營造的感覺是不錯的 尤其是改成這個 這個叫小小的奇跡 其實我告訴你 這個能力 其實不是什麼特別的大能力 也看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限制 而你都會衍生出來 為何這一班人 如果是為了隱藏自己 在普通人之間 用自己的能力 找一盒飯吃的人 你會感覺到 他們深深知道 這種能力 不是什麼特別可以是 征服世界的能力 只不過是說 我和正常人有少少的不同 而且你見到 一開始他很強調 每一個能力者雖然好像很厲害 但能力很有限制 可能主角他也說了 不可以靈體才用 或者用的時候 要做一些特別的動作才能做到 好像中間有個 男性荷爾蒙那個 要大量做運動出汗才能做到 和他的能力才對男人有用 他們限制是很大的 但他後段的能力 限制好像沒有了 應該說 那個能力限制 其實是 正正因為 這個不是真的奇跡 這個叫小小的奇跡 還要是小小 是兩個小的奇跡 這就是 他們這種能力 是可能會 在其他人來說 你凌駕於人類 但其實在能力者 那班人就知道 他們這種能力 是不能夠去改變什麼的 其實是 可能改變了魏 所以 他那個故事裡面 正正就是 你做了這個設定出來 但是 我給不到 就是 去到後期 我給不到這種感覺出來 就是這班人 不是 這班人不是小小奇 就是 你其實 失去了那個意義 只不過說 你是超能力者 即是我要發動能力 即是 你本身要設定 發動能力 是需要一些 特別的動作 等等 即是限制的東西 但其實 其實 你變信變了 這件事是 空有的設定 其實沒什麼意義 即是你任出的 也不會有人說 怎麼去阻止你去不做這件事 或者其實做這件事 其實 你對比 有一套類似的 超能力的東西 一套叫Duck and Black 黑之契的者的東西 其實 那些人是知道 他們的能力 帶來相對應的 一些負面的 代價 這套東西 我當你 那些 有些人不是代價來的 但你應該有些人是 真的可能說 我要做那個行為 我是很真的 你咬電 咬電那位 喂 你下下要捉電 你以為真是很過癮嗎 你以為真是 即是他們也給不到 那個感覺 為了灑碎 那個捉電好像很帥 即是給不到那個能力 即是 你是有這樣的設定 我經常都說 這套東西是 捉到佬脫不了角的 就是他有這個設定出來 我覺得是OK的 沒問題的 你做到這個設定 我就期待你做到那個東西出來 但你又不是做到一些 我想不到的東西出來 你是做到一些 就是說 最終是 那個能力其實是 那個設定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東西出來 即是說漫畫 即是說 Lice 漫畫 他很重點 即是男主角 可能他本身 他能力不常用 他不常用 推理能力 他很依賴了 他很依賴了能力 因為其實Lice的角色 漫畫版的 其實他一直是很強調的東西 就是 是說 我 我不是因為 我有能力 而我贏 即是 就算是大家同等的條件 我都是我贏 即是 我都是說 我就算不用你 我都能夠贏到你 但是這裡是 你看到很多時候 他們太過依靠能力 所有東西都是依靠能力去完成那件事 變相給不到 就是主角他的立場出來 還有這個動畫 很多地方會跳 不知為何他跳 就好像說 有一集 應該中電之前的 就是 阿特 即是警官 阿神公 他突然死毀了 但問題之後 那一集他應該入主線 偉大波子 要發動他的計劃 但沒有一件事 那幾集是 主角 橫山丹牌球 鐵人比賽 然後這幾集 完全沒有說過 Lice 他是想表達一些東西 他是想表達友情 甚至是一大堆題材的東西 但是 在你的鋪牌上的話 你不應該在這裏做 我只可以告訴你 因為大家都預期 警官社會有些重大事件發生 但是完全沒有了 就是 你會覺得好像斷了一個情形 是他的主題 是這套東西 最大的問題是主題失招 是完全 有很多時候 就是他講那個主題 但是 他是表達不到主題 甚至是 最終他是轉移了 去講另一件事 我覺得這套東西 最大的問題 就是 前面你講到 有一班人 是組了組織的 就是家長 反對回未適合 未適合 未適合 但問題之後 終於又沒有了 最後又出來了 那之後做些什麼 應該可以接下去講 其實 但是 他經常在 因為 斌虎這套東西 給出來的感覺 他是一個推進式的故事 就是 每一集做的東西 都會對他 故事的世界 是有一定的影響 而衍生就是 主角會 相應採取什麼的行動 但是 這一套東西 但是現在他的做法就是 很 張梅式的 我這一集想講這件事 我就做這件事 我完全可以無視完 我之前做過的任何事情 去做那件事 我特意去做那件事 把原本的故事線 切開了他 不趕絕 是有初來感 還有他應該 那個角色 可能之後會鋪劇情 或者他要交代中間的事情 他完全不做 當然 另外 在這一類型作品裏面 其實 你就算 Cycopass也好 黑之契的者也好 這一類型的 所謂叫做 或者是 Dora la la 是要有一個 很有魅力的 最終波士 但是 我們說回這裏 這個的最終波士 我覺得 我是完全感覺不到他的魅力 初初你覺得他好像 很有偉大理想 他歷史的 初初他是一個 什麼 他是一個 思考 和正常人思考不同的人 你可以說 他說的話 在客觀條件上 是沒有錯的 其實很多 魔王 或者很多 Boss級的敵人 都會有類似這樣的 而 衍生就是 他如何去確立 他這個信念 是由他的行動 去做出來的 但是 而 他的行動給我出來 我覺得 他給不到那種的感覺 我 就是 開頭他說 這個世界人 是不公平的 那些人沒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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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改變情況 好像很偉大 No No 他開頭第一個 第一個重點 其實不是這個 他第一個重點 就是說 我要拯救一個人 拯救一個最強的人 因為我覺得他很悲哀 所以我要將全世界的人 變成跟他同等級級數 這樣的話 他就不會悲哀 因為他不會孤獨 因為全世界都跟他一樣 而附帶衍生物 就是有馬的東西說 沒有力量的人 我賦予力量給他 但問題之後 他後段就是 他有一個 他後段 直接插了一個腦 給別人來 可以送一轉眼 就是 給別人說 我給你威的 那如果你打我 你會試打贏我 這個 我先說回 他整個計劃 就是叫做某成果 他是為Lice 而去做的 因為他在 這個 英才學員 那時候 就已經說 這個是 最強 最強的人 不是最弱的人 才會有恐懼 最強的人 都會有一個恐懼的人 因為沒有人會理解 他 無敵是最寂寞的 這個case 我開頭都ok 我buy你這件事 就是說 你真是 我真是 機佬來的 我真是 我真是不夠 我的兒子不行 OK 我覺得你這些是變態的愛 變態的愛 變態是能夠理解的 對 對 那怎麼辦 然後 你 之後所做的 他做的行為 然後 就說 NICE 要拯救LICE 跟他那個對話 一開始就在 假批廳的對話 那裡 我真是不知道你想怎樣 他那個計劃是沒有計劃的 你會知道的 你不肯讓我拯救 我沒有用另一個方法 沒有那種瘋狂 沒有那種就是說 很純粹的惡意 或者很純粹 就是說 就算是惡理 這傢伙惡得來 是很有藝術感的 他這傢伙是沒有藝術感可言的 因為我覺得 他臨尾其實根本是 沒有想著寫的角色 這個是最終boss 這個要埋眉 要大贏他 你明白就是 他一開始就說 如果你 如果你 作為一個拯救 即是我要拯救LICE 的 這個人 還是只有他 站在這個 力量的頂點裡面 他就要創造一大堆這樣的人 但原來跟著 在最終決戰裡面就說 唉 我都知道我這個計劃 是不行的了 沒辦法可以創造 這麼完美的英俊出來 沒辦法 唯有說 我成為一個英俊 然後跟你搞機 喂 我覺得瘋狂的 這件事 那個感覺就是 他說 我現在打理念 你是不是覺得 你是不是覺得很痛苦呢 他說 你是不是感受到弱者的痛苦呢 他說 我頂你的肺 哈哈 所以他錯了一看 整個信念開頭就是 你要創造 就是一大堆 跟LICE同級的人 然後你 做了一看 他就說 你好像這些 那麼出色的人類 我是創造不到出來的 那你 前十集裡面 做的事情 你是為了做什麼 不是的 他最後一段 是令自己變成 unlice 那有什麼意思呢 然後他就說 我變成 我變成 厲害過你的人 那你不是最厲害 你不是最厲害 那你就感受到 這個弱者的痛苦 所以說 低能 所以說 林後來 你要明白 就是那個詞語上 他關鍵的思考程 他要拯救 unlice 這個人就說 他要令到全世界 不是你 就是不是你變成最強 就是 在那個 concept上是錯了 而 衍生另一個問題 在於是什麼 我不覺得他的能力 是會敬過unlice的能力 又是 魔法戰爭那部分 跟魔法戰爭的道理是類似的 瞬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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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在於 若然以 minimum holder minimum holder 的設定裏面 發動能力 是需要做動作 你認為就是 unlice 做動作之後的 音速的速度 你是可以反應得及 你可以比 音速 做這個行為 是有問題的 是有問題的 因為其實 萬華有提過 就是 音速說最厲害 因為它是 你發動之前 打落你 除非你的能力是光速 瞬間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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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當成為 衝動 可能是光速跳的 但前提就是 你反應得及 動畫的 劇情的顯示就是 它是由unlice 去做了 行動反應之後 它才去作出 這個回應 反應出來 而這個問題顯身就是 你的反射是 比 音速快 才可以達到 這個條件 但是 我不相信 會得 是否那方面 基本上 凡身手指揮角色 很容易打 打你背部就可以了 因為它一定會在你背部後面 不會在你前面 當然同一對 是不是背部已經不重要 就是你全方位的 這件事 瞬間轉移 你是時間停頓就說 你不是時間停頓 你時間停頓就說 可以停住光 其實也有這個問題 為何 就是一直是為何unlice 是作為minimum holder裡面的 minimum holder殺手 就是因為就是說 沒有人的反應是能夠快得到光速 這份你的能力是可以 克制速度 但是因為你反應不夠它快 而當在你發動能力之前 它已經打低了來 瞬間轉移是解決不到這個問題的 concept是錯了 concept就是說 要快得到一個音速的話 就是要瞬間轉移 即是瞬間轉移 或者光速或者任何的東西 但是 現在是說要能力 是 就是觸發這個能力前的前提條件 就是 因為它後段幾乎是怎麼說 這個前置條件 和代價問題 所以看到它說 所以是千瘡百孔 我一看來看 反應可以快得到一個音速的話 你不需要有這個能力 你已經贏了它 是不是瞬間轉移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已經是超音鼠 你已經輸了音速 你還不是一隻超音鼠 你是不需要有能力 就是 你基本的身體動作 你已經可以大型 你已經可以大型 條件上 是已經錯了 這件事 當然這套東西 斷了一個很奇怪的位置上 固然就是說 最後原來 我真的不相信 一個人可以被人 射到N那麼多槍 Arts是沒有死 當然 我們是不需要 就是Arts 是的 它其實是不是 已經是變了 那位變態人 是不知道的 你也知道 就是這個人 有很多種能力 當然就是 我開頭 其實我開頭 就是說 原來瞬間轉移 就是這個世界上 這麼短的能力 我真是嘔嘴 你明白嗎 他似乎跳到過去的時空 就是 就是告訴你 就是告訴你 在禁書目錄裡面 黑子的能力 其實是 其實是 另間於什麼 快的 你說 你如果說 原來他的能力 是一方通行的能力 我快的 你音速 就算幾快都好 我不要緊 我反射回去 我長住這個能力 你什麼時候出音速都不要緊 我是完全反射的 OK 我犯的這個是 此量的問題 但原來瞬間轉移 是最強的能力 I'm sorry 我真的不知道 人家有幾強 沒有用 我真的 你打不到人 但是人家打不到你 都沒有意思 所以 故事最後就是 Ian Arts 對Lice 在後腦裡面 開始一槍 就完結了第一季的故事 Ensure 其實已經一定會有第二季了 這套 但在第一季 這裏 我都是說這件事 主題它不出 首先就是 它是沒有去 好去解決過 其實也可能沒有解決 因為其實 這套東西我會對比 其實我看到最後 如果對應這套東西 是對應 Doala其實是不正確 真的對的 不正確的 它應該是對你Synko Pass 那個感質 那個感質 即是犯罪那幫人 其實你當是 戴罪了頭盔那幫人 就是那些最大 其實是 他們就會試了 是不是 就說 我犯罪 我犯罪指數高 即是說 我有能力而已 我有錯嗎 就是 那個 對行 其實 那種 對行 當然 虛遠寫的東西 當然是高層次很多 死 你咬不贏 但我只是說 失禁 而它 奔赴這套東西 它混合了很多元素 在裏面 而每一種元素 它都是輕輕 清成點水式 點過 但沒有帶到裏面 當中裏面 這種主題的魅力出來 所以變成是很流於表面 很流水 流水式作業 可以說 所以 反之就是 我們 若然大家 看過 其實 漫畫版 是比動畫版精彩 因為漫畫版 其實是說 動畫版的前傳故事 而 當中裏面 其實說 minimum holder的東西 是細緻很多 因為可能 主題 focus 所以 %效果 是比動畫版 是好 我清楚 每一個能力者 他們的能力有多大 限制 Lice 如何能力 不能連續用 他如何在能力 不用連續前 如何透析對方的能力 再搞定他 這個 挺有趣 而起身 除了Lice 有最強的能力之外 他是有智慧 駕馭這種能力 而動畫版 裏面 就是說 OK 我們真是當 瞬間主 那個人是有陰速的反應 是超於陰速的反應 瞬間主 也要屈他 而Lice的做法是怎樣 我連續用陰速的能力 如果你用這個思考 即退一步用這個思考來說的話 如果一個有超陰速反應的人的話 你還是搞他不行 顯示到就是Lice是一個老殘 英才可言 養了的No.1是一個老殘 所以我明白第二的阿子為何這麼悲哀 我輸了給他老殘 套排第二 是非常之悲哀 這套東西是 我可以說 是掉了眼鏡的 雖然星優的陣容都真的非常之不錯 但是 但是 真的 真的 完全是 失照這套東西 可以 兩季 應該是下季之後再下季 之後抽回 應該是 再看看他第二季 但是老實說 我已經不抱期望 但是應該會看下去的 幫大家掃雷 消毒 好了 這套去到這裏 那我們去下一套